最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忙碌 我現在80%的時間都是花在Tiger上面 然後完全沒有辦法讓我做任何 我原本在做的事情 像是做內容跟你分享一些 一些故事你知道嗎 或是跟你分享一些有用的東西 現在發覺完全沒有那個時間做這些事 覺得很大原因在於說 我除了Tiger這邊已經佔用我非常多時間以外呢 我現在有一點難去維持同時做好兩件事情 這是很大的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問題對我來說 到了這個定點但是不知道怎麼進去 沒有來過這邊附近看起來都有可以進去的地方 可以看得到那個柵門全部都拉起來了 所以可能要繞一圈 他會幫你指導 他會幫你指導 謝謝 因為今天有活動所以會看到有多旗子你知道嗎 不然的話其實這個建築物看起來我覺得蠻酷的 讓我想到很多那種化學的分子像這一顆 化學分子然後旁邊很多這種化學鏈你知道嗎 酷 今天是什麼活動 今天是國際台拳道比賽 喔國際台拳道比賽 然後我們來當志工 喔所以是在裡面還是外面 在裡面 在裡面 在裡面室內的 然後我們是尾函在現在門口 喔了解了解 我剛剛走錯 走錯那個 謝謝不會 那我就直接進去嗎 還是怎樣 OK好下 哇 你看 很漂亮喔 我們趕快看一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哇 OMG 哇 哇 來到田徑場了 哇 很專業的訓練這邊 這邊是非常專業的在做田徑訓練 整個操場是他們的 然後有些在練跳躍 就是跳那種跳躍的距離 然後還有一些是在做馬拉手內舌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亂講 我根本就對田徑完全一概不直 但是我看到他們很認真的訓練 就覺得有點緊張的氣氛 你知道嗎 不知道今天是要測試還是怎麼樣 還是今天是提示人的檢測 反正搭的搭的 就是很嚴肅的做這件事 他們放鞋子 把鞋子放在這邊 然後做那種可能是一些進行性的訓練舞菜 來啊 剛從國稅局回來 其實在國稅局裡面也不方便錄些什麼東西 今天呢 算是跟國稅局正式結案了 其實之前我們在七月底的時候 就有收到國稅局的公文 國稅局要看我們的帳戶 那其實在第一次碰面的時候呢 國稅局就看到我們公司其實是沒有任何的問題 我們有暗時的繳稅 有正常的繳稅 今天終於結案 讓我覺得其實容易一塊石頭 算是放下來了 我老實跟你們說 其實我最近壓力不小 像當初我們公司被傳都沒有在開發票 都沒有在繳稅 這不是事實 但是我們也是等了好長一段時間 才能等到國稅局這邊結案 才能算是還我們一個清白 那這段時間呢 因為輿論的壓力 都會影響到我們 不可否認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怎麼樣讓不認識我的人 真正認識我 知道我是什麼樣的人 如果我是以外人的身份來看這件事情的話 如果今天突然發現我的頻道 我會看到過去的一些負面的評論 甚至其他人對我的評論 我也會覺得 Tao這個人好像有很多問題 我一定要講清楚就是 我過去犯了很多錯 很多錯都是在我當下的時候 我思緒沒有清楚 然後我有點帶情緒的在處理事情 所以導致我在危機處理上面非常非常的差 沒有經驗也不夠成熟 在遇到問題的時候呢 當下會產生一種防備的機制 因為我當初其實當危機發生的時候 例如有人在講一些 完全不屬實的事實的時候 我當下做了一些反應 就像是 我以前被霸凌的時候 所做出的一些反應 那當然這種方式 在特定的場合是有用的 但是在這種危機處理的話 我覺得不太妥善 應該要有更聰明的方式 化解這些危機 但是當時我沒有錯 因為完全沒有這些經驗 社會經驗也不夠 自己也不夠成熟 所以導致後面一連串的這些 其實沒有必要或是不會發生的事情 但是都發生了 然後我的人品 還有我的名譽 受到攻擊 這是將來一個很大的挑戰 去扭轉自己 我覺得在壓力大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就是更要提醒自己 自己有多幸運 至少現在是實事健全的狀態 我也還是有一個 還是有地方可以睡覺 還是三餐都沒有問題 就是這些基本的 食衣住行對我來說都還不是問題 我光是這樣想 我就可以 抱持一個比較樂觀的態度 我就覺得 在這種情況下 也只有樂觀 可以讓你繼續往前 我想要用一個比較輕鬆的方式 結束今天的vlog 最近發覺 我已經維持我一樣的體脂肪 一年多了 我覺得我的體態 完全沒有任何大幅度的成長 所以 我決定要接下來 把減脂的過程 紀錄下來 然後再跟你們分享 我以前只做過一次 大概 好像是快兩年前吧 所以在底下 讓我知道說 有什麼東西是我以前沒有講過 或是你希望我 做一個主題的分享 一般來說很簡單的 那種 怎麼計算熱量 怎麼計算營養素 每天吃多少蛋白質 要不要喝計算 這種非常簡單 你只要隨便 搜尋就找得到的問題 就不用問了 我真的會建議你 多用搜尋引擎 因為 你在問一個問題的時候 你可能會學到其他的東西 你可能會得到其他的知識 那這些都是很寶貴的 因為一滴一滴都在累積 所以 留下 你想要了解更多的主題 也許 你的主題是我完全沒有聽過的 然後我也會做一些資料 我也會做一些調查 Research 跟你分享一些東西 這樣子 就這樣吧 讓我知道在底下 OK I'll see you guys later Peace 五日 五日 六日 六日 五日